为给张卫健生孩子打针排卵,身材走样似大妈,如今又美成仙女。 张卫健应该是很多90后的男神了吧?相信很多小伙伴们小时候应该都是看住张卫健的电视剧长大的,他的TVB西游记,齐天大圣孙悟空,小宝与康熙,少年英雄方士玉等等,都是大家童年的经典。 而他的妻子张倩也是很多90后的童年女神了,他主演的单元剧《聊斋三只羹羊》让很多网友们印象深刻,还有大家最喜欢的仙侠剧《仙剑奇侠传》中是采一。 真的是仙女本人了。 他也和张卫健合作过很多次,在齐天大圣孙悟空中饰演粟粟,与张卫健、张婷合作欢喜游龙,还参演过小宝与康熙。 但是之前怀孕八个月却意外流产,这让他一度患上严重抑郁症,后来为了怀上孩子,在养好身体之后,三年里他打了百针排卵针,身材也因此发福走形了,整个人还非常的憔悴。 后来张卫健非常心疼自己的妻子,心疼他受了这么多苦。 就决定这一辈子不要孩子了,生不生就随缘了。 后来张卫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,又没回来了,在微博中的照片宛如18岁少女。 而最近张卫健的新剧《大帅哥》也是广受好评,夫妻二人经历了这么多的困难,感情也是非比常人的,网友们纷纷祝福他们能够向如以沫幸福到老。 这应该就是娱乐圈中的真爱吧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